OK 那我们接着再进入到产品面 那整个在 Team Foundation 如果要做压测的话 那你今天 Visual Studio 的 Ultimate 版本 那你要做压测的话 第一件事情是它压测一定要记录它压测的结果 所以在执行 Ultimate 的压测的话 你一定要准备一个 database 那你可以准备 SQL Server 的 Express 那就可以了 它预设其实撞的时候就撞到 SQL Express 然后它的压测资料会全部存在 SQL Express 里面 那这时候 在你做负载测试的时候 你通常我们刚才讲第四项要测到 Boundary 换句话说你要有非常多的 Thread 非常多的机器去做压力的时候 这时候你通常一台 Client 端 没有办法提供多大的压力 然后这里面其实还有一点问题 就是我比较说我不会操作 还是你这可能要跟我一起确认一下 因为它在你用 Visual Studio 单一台机器在压测的时候 其实它只会一条 Thread 所以我在前端的那个机器 我找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机器 我有非常多 CPU 问题是没有用 它直接压测之后它只有一条 Thread 所以你看那条 Thread 蛮窄 抄得要死 然后就是它只用了一颗 CPU 其实不是说只有一条 Thread 它是模拟四百条 Thread 几百条 Thread 问题是那些 Thread 都在一颗 CPU 上面 所以你就看到说你执行测试的那个程式 是八颗 CPU 的 结果施予压力的那个机器自己挂了 因为它一颗 CPU 蛮窄 其他七颗都不动 我不知道怎么调 我怎么调其他 CPU 都调不起来 那这里面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的前端怎么样都营造不了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那它的动作它有一个叫 Test Controller 它可以从 Test Controller 的命令 然后去要求 Test Agent 那你 Test Agent 可以站在很多台机器上面 跟 Test Controller 来去接受命令之后 然后模拟多少条 Thread 去执行这一个动作 所以如果你今天一台 Client 端 压不挂一台 Server 的话 你没办法测到 Boundary 的话 你可以由一个 Test Controller 然后装很多 Test Agent 然后 Test Agent 同时对你的代策程式去施压 那你如果说你今天本身 因为本身我们在执行压策的时候 我们给予的 Request 是 我们只丢 Request 过去 然后只确认基本的什么叫正确 比如说网页的话 我确认它回来是200 OK 那在于 我有规定它回来一定要在一秒内回来 所以它在一秒内200 OK 我就认定这 Request 是正确 我可能再多加一点说 我确定某个值 那基本上它不是真的像 IE 一样 在前面说我要把整个画出来 IE 其实是非常好资源的一个软体 所以不可能透过 扣 UI 去叫 IE 然后 IE 再去 Run 那你前端早就挂了 你没有任何压力 Server 根本没有感觉 前端已经挂在那了 所以我们在基本上 丢这 Request 的时候 都是丢一个最简单 Request 过去 然后 Server 很忙 所以照理你应该可能可以 就是在前端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还有另外一个是 我们一般是用 Web Performance Test 去设那个 Request 然后回来压 但是有很多状况是 你今天根本不是 Web 应用程式 这时候你可能就要去写 Uni Test 你要去写一些其他类型的 Test 而这个 Test 基本特征也是我刚刚先讲的 我验证这个状况是很简单的 我不是自己要花很大的功夫去验证 然后造成我自己在 Client 端 Run 的时候 压力就很大 所以你 Client 端是简单發出 Request 然后提供一个简单验证正确动作 就把这一个交给我们的 Load Test 然后有多条 Thread 去指引他 一台机就不够 有多个 Test Agent 同事执行 接着呢 那当你设计好可以被 Load Test 来重复引用的其他 Test 就跟我刚刚先讲说 Web 的存取的 HTB Request 或者 Unit Test 去扣某一个相关的代测程式的模组 这些相关内容 当你这些设计好之后呢 你就可以来设定 Load Test 的情节 也就是组织这些 一个个别测试 Load Test 其实是一个 Container 他用 Thread 去多条 Thread 去执行 其他的 Web Test Unit Test 执行这些 Test 那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你要透过设定多个 Container 不 Counter 要设定多个 Counter 然后把各种的计数器 通通收回来 在相能测试的时候 在负载测试的时候 尽量不要有什么 每次叫我去相能调教 调Db 的 它的预设立场就是 它最不熟Db 所以相能不好一定是Db High 这是我刚刚先讲 就是 每次一个程式什么弱点 通常你的直觉 就是你最不熟的那一定是弱点 因为你很相信你熟的东西 OK 那相能测试最怕就是 你一开始选择方向 然后大家就往那边猜 然后花了很大的投资 做了很大的动作 可是相能根本没有改善 那你要有靠数据来说话 所以你要把每一台机器的 各种 Counter 都尽量收集 可是这里面会造成一个麻烦 就是你今天要有权限去收集 其他台代测程式的 Counter 所以你今天测试人员 在规范这一个环境里面 你是Adminator 跨每一台机器 那最简单 你每一个Program Counter 你都收得到 那这样你就可以知道说 你哪一台的使用状况如何 那已经你要是固定压力 还是你今天要递增压力 抱歉 忘了插电 这下好笑啊 OK 什么都防到了 结果没房 没电 OK 所以那在另外有一个测试 另外有一个在做你的负载测试的时候 它预设会帮你去设SQL追踪 预设不会帮你设 你可以启动设定 也就是它利用背后 SQL Server的SQL Tracks 帮你把SQL预法录下来 那你也可以自己做这件事情 就在我一般做负载测试的时候 其实我不会只靠 Visual Studio Team Foundation 这些相关提供给你的收集 其实我还会尽量再去其他台机器上面 比如说IS log 因为IS log其实有记载的IS回应 每个request送了多少byte 然后呢会有它的回应所花的时间 那你可以在你的自己程式上面 本来可能就会去写一些log 那你可以有各种log 比如SQL啊 这边有SQL Tracks的相关的log 那尽量把各种除了可以收到的 普通的Counter 其他的你能收到的log也尽量收 但是你要小心Slog本身就是一件耗资源的事情 那这Slog本身对你的效能影响又有多大 那你要注意 那当你把这些东西全部收完之后 你才能在同一个时间的轴上面去分析说 其实在我这一个慢的 我的压力大的 这种各种状况 那 程式写作问题 是DB问题 是什么问题 你才能够比较容易厘清在哪一环 OK 那我们在这边的 复载测试我也一样 我以一个先做好的复载测试 我们这边都不以细节步骤来谈 所以一样我就先做好了一个复载测试 那我也去设定它要收集一些 什么样的Point Counter 那我设计好它的存取路径 然后我就来执行相关的复载测试 所以那这里面的话 它在做的当下 其实它已经把它的所有的定义 你会去设定说 它要存取在什么样的Diabase里面 所以它的结果会存在Diabase 那这样你事后才可以来去分析 你才可以说你今天再改了一下 然后你再来分析 然后你可以看趋势分析 因为你可能一再的 会重复去做你的复载测试 所以你可以去看这些各式的 从我们这样的修改之后 第一次做复载测试 那这些Counter 什么东西变好了 什么东西变坏了 那我再第二次修改再测 那我的Counter的变化 那这些相关的设定上面 你都可以直接的 我们让它在背景继续做 那你在这个设定上面 当你用精灵做完 这一刚开始是 你在New一个复载测试 它是用精灵问你的 可是接下来 你都可以用Property来改 所以像我在这边设定的时候 我是直接要它 只执行四分钟 然后呢 每一次递增的方式 来递增产生压力 那刚刚我特别提醒的一件事情是 你可以启动SQL Tracks 你如果你今天不熟你的 SQL Server端的Profiler 这SQL Tracks的相关属性设定的话 你可以利用 Tim Foundation这边 Visual Studio Ultimate这边 自动帮你去叫SQL Server 所以你只要去设定说 那你的程式其实最终是去追踪 哪一台SQL Server 那你的SQL Tracks 当然要存在哪里 那要不要启动SQL Tracks 那你可以把这些设定全部都